他曾是大内总管李进喜的护院 凭借一套独创全法打遍江湖 就连货元甲也要对他礼让三分 他就是铁脚佛尚云祥 身材矮小的他究竟有多厉害 他的一生又有多传奇 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走近这位晚清奇人的一生 尚云祥家里经营小本生意 自幼时起 他就跟随父亲外出做生意 逐渐长大之后 家中更是希望他能接管生意 做个商人 而他本人也十分聪慧 有了父亲的经验指导 做起生意来更是得心应手 此人好学 勤勤恳恳跟着帐方先生学文习字 除了学文经商之外 尚云祥还对武术十分向往 起初向家人提出要习武时 尚云祥并没有得到支持 只因他生来矮小瘦弱 在年幼时便看得出比同龄人矮上一大截 以他的先天条件 即使习武也没有多大作用 但尚云祥偏偏事武成性 家人无奈只好从了他的意 在学习之余 还拜师少林名家冯大义 学武六载 尚云祥令人刮目相看 最生来矮小无力 刻骨学武之后 竟也练得武功高强 一时间难寻敌手 自幼因外形矮小而受尽欺负 学武归来之后 尚云祥难免有些飘飘然 自以为此后功高无敌 却很快就碰了屁 尚云祥原本学的是寻常功夫 因为一场较量 让他产生了学习行义拳的想法 起因是在河边偶遇行义拳打师李志和 尚云祥不知对方底细 见此人独自在河边比划 便想要与对方比试个高下 自以为定能胜过对方 谁知一出手 尚云祥还未能伤及对方 就被一招摔出老远 起身再战 又是同样的结局 尚云祥甚至未能触碰到对方 就已被打飞了出去 尚云祥深感挫败 不由得追问对方 学的究竟是和拳法 为何如此厉害 见尚云祥求之若可 对方才开口告知是行义拳 且只学了三年 就能胜过他好几载的功力 李志和原本以为尚云祥只是随口疑问 但尚云祥打听到行义拳之后 竟真走上了败师之路 行义拳非寻常武功 会的人不多 能习得精通的更是不多 光是探寻名师 尚云祥就花了三年时间 漫长的三年败师路 尚云祥抛下家里的生意 也放下了他在当地所得到的声望地位 只为败师学习行义权 李经千辛万苦找到大师李存毅 刚说完自己的来意 尚云祥就被对方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为何李存毅会拒绝他呢 原来大师是嫌弃他生来矮小 一眼看去便不是练武之才 担心白费功夫 干脆就拒绝了他 当位败师已花去三年时间 连家中生意都放弃了 尚云祥又怎么肯轻易放弃呢 软磨硬炮之下 对方才终于松口收他为徒 虽是收了这个徒弟 实则呢 起初李存毅也并没有看好他 在一众徒弟中 尚云祥看起来最没有练武之天赋 可李存毅没料到 尚云祥并非全武武术功底 拜师之前有多年习武经验 成功拜师之后 尚云祥深知天赋不足 更是刻苦勤奋练习 很快在一众弟子中脱颖而出 李存毅愧疚于昔日小看了他 更是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因学武荒废了家中生意 尚云祥一度穷的 连买鞋的钱都没有了 只好吃着着练功 久而久之 竟练出了坚硬如铁一般的脚掌 此后得名铁脚佛 尚云祥爱武之身 无人能比 在李存毅处学得行乙权之后 他又广教武林豪侠 一切比试切磋 磨练武艺 离开李存毅之处后 他曾在北京鼓楼独自练武十年 有行义八卦权在身 他仍不满足 立志要将武功练得炉火纯青 此人既有武功 也有武德 起舞多年来 武艺一直在进步 品德也变得更加好了 以武会友的日子里 他与许多武林高手来往 从未因切磋高下 而引发争执 更是不曾与他人结仇 常言道 有人的地方便是江湖 身处真正的武林江湖之中 尚云祥却做到了 真正的独善其身 爱武而不值于霸主地位 武功不如他人时 也心服口服 习武一生从不结仇 日子久了 尚云祥的名声也传开了 甚至连李莲英 也相邀他去担任护院 晚清腐败的统治之下 李莲英因深得慈禧太后偏爱 虽只是大总管 手中的权势也极高 在李莲英家中担任护院 尚云祥一干便是十年 除了日常的护院工作之外 一闲下来就手痒痒的尚云祥 还在夜晚抽出时间 教李莲英功夫 有了尚云祥的保护 李莲英的日子 也过得安心了许多 以至于庚子之乱时 面对难缠的匪人作乱 李莲英立马举荐了尚云祥出面 在当时为了拿下汉匪康晓八 大内侍卫们想尽办法 也难以把他抓住 此人不仅武功高强 身上甚至带着枪 武功加枪法 以令侍卫们十分头疼 时任大内侍卫总管的公宝田 由于忙于保护慈禧太后 而无法脱身 该由谁来抓捕康晓八 也成了一个大难题 听没有大内侍卫 都难以抓住的匪人 李莲英立刻想到 家中武功高强的护院 听说李莲英 要派出护院来抓汉匪 起初呢 仲侍卫并不看好 毕竟此人有武功 且有神枪法 小小护院就能奈他何 不料 康晓八看到来者是上云祥 竟害怕的直接放弃了抵抗 放下手枪就地投降 原来啊 上云祥早已名声在外 康晓八手中虽有枪 对付上云祥也未必能派上用场 倒不如直接认怂投降 或许还能少受些皮肉之苦 由此可见 上云祥武功之高强 在当时已是威震霸方 就连汉匪也不愿再与他正面较量了 齐武数十载 上云祥以心行正义 当时在晚清政府统治下 时局艰难 民不聊生 他也愿用毕生所学的功夫 为人民解忧 当时 官府遇上难以制服的大道时 也会向上云祥求援 他所练的丹田气打 半步崩拳 使他在武林中 难再有实力相当的对手 靠着这一身功夫 上云祥后来又干起了 镖局的生意 早年的生意早已荒废 有了这身好本领 再加之时局混乱 正是镖局生意好的时机 上云祥便在师父李存毅的 镖局里干了起来 隐名声在外 盗贼得知护镖的人 是铁脚佛上云祥 也鲜少有人敢再来挑衅 宋镖途中 倒是有不少人能跃跃欲试 想找上云祥切磋 最终结局几乎都是一样的 几番较量之后 来着还是难敌上云祥 几次反复之后呢 与上云祥不打不相识的 英雄好汉倒是更多了 1931年 也曾有军长慕名而来 请上云祥 前去军营中教授武术 在他的指导下 战士们作战能力更是高强 在血战洗风口一战中 痛击了日寇 自此以后 士气更是高涨 后期 他还曾在京盟藏大学 教授武术 仍有人想要与他鄙视一番 号称脚力大的能踢翻墙的人 面对铁脚佛也是逊色了 此习武之后 上云祥曾是标头护院 还曾受武术教师 所做的工作 皆需仰仗其高强的武功 上云祥一生 因外形矮小 所受偏见与轻视其多 但在经历鄙视之后 皆无人再敢冒犯他 相传 上云祥还曾与一代武术大师 霍元甲有过切磋 就连霍元甲也难以战胜他 一番鄙视之后 甘拜下风 到了古西之年 上云祥仍保留着 昔日练武的习惯 他所擅长的行义拳 讲究硬打 无论动静刚柔 都要出手就打 打打杀杀数十年之后 上云祥对武术的理解 更加透彻 他自有渴望能练成武术大师 却不以此横行天下 练武者 以武德为贵 上云祥经历过他人的偏见与看清 更是能体会其中艰辛 上士行乙权除了以武会友 还讲究做人的道理 实战武功名震江湖的上云祥 此生就为武术而战 也赢了自己